所有的这些发展的方向 就让我们的汽车变成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单元 就是说它让我们的 是我们的体力 是我们的眼睛 是我们的手 是我们的脚 一个延伸 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 甚至有时候我们电动汽车能够 我们的自动汽车自动驾驶能够发展到 比如说帮我们去学校 去接送孩子上学 放学 现在你还需要一个人去开车去接送 对上班族那时候就不方便 对吧 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把汽车设好弟子 然后自动跑到学校帮孩子接回来 自动给我们孩子送回去 就是这必然是一个方向 不用怀疑 对不对 所以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的人类科技的发展 尤其电脑科技 互联网科技 尤其最近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 确实将会极大的改善 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的面貌 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没关系 特别人家人工智能看 在今次会转到他的带子 用这种机器吃